穿著專業繡服 台上帥哥們繡出肌肉 表演著精彩的打太鼓 氣勢磅礡相當震撼 就像來到日本親身經歷 但這裡其實是台北一間日本料理店 吃飯看表演噱頭十足 料理更是創意無限 日本食聖起司 八丁味噌和牛奶調出來的鍋底 香濃卻不油膩 放入新鮮鮭魚頭和蔬菜 雙重甜味在鍋中慢慢釋放 還能涮上鮭魚生魚片 控制在一分鐘時間 滿滿的油花 入口即化 沾一下主廚特調 蒜味味噌醬 口感更濃厚 很濃郁的湯 然後在外面平常都吃不到這種味道 軟嫩 多汁 新鮮 魚漿花枝漿甩打出Q彈口感 再鋪上八隻大蝦 裹上面粉 下鍋油炸 高溫催化下 蝦子慢慢熟透成紅色 外層的天婦羅散發出金黃色澤 起鍋切塊抹上特調醬汁 這道新鮮魚餅天婦羅 一口咬下 外酥內軟 蝦子炸到連頭都能吃 滿有創意的 就是用在天婦羅上面 口感還不錯 創意料理的發想是來自這位 型男主廚賴漢堂 會踏上主廚夢是受到爸爸的影響 他雖然不廚師 可是他很愛下廚 他自己如果他喜歡吃的東西 他自己就下去煮 煮一些古早味的料理 加香菜這樣子 自己就有一個認知 就是你不愛讀廚 就是要學一技之長 不愛念書的他 16歲就到餐廳當學徒 為了學基本功 賴漢堂總是比別人 早到一小時打掃 打烊後也留下來學習 肯做肯學的個性 打動了餐廳師傅 主動傳授十八般武藝 脫殼一小時內急速冷凍的 軟殼蝦下鍋油炸 保留蝦殼的脆度 鎖住龍蝦多汁的肉質 再放上包著滿滿水蜜桃 蟹肉 奇異果和鳳梨的蛋糕捲 這道龍蝦伊達捲 清爽的口感 成為客人的口袋名單 將近二十年的料理經驗 賴漢堂守住職人精神 加入創意點綴 顛覆傳統印象 變出一道道 特色佳肴 抖色產業新聞 小韓一家好 台北報導